走那紅綠燈在左轉 再去撈 開行李就停紅線 反正就是那個脫掉就是停車費就對了 那有點貴喔 那你還故意去停百貨公司 左轉左轉左轉 他就說掃黃劍鋒手機啊 那我就覺得也太奇怪了吧 他重點不是掃手機 他重點他覺得他說你們是九樓之二嗎 我說對啊 他說當初在弄的時候是幫你們弄九樓耶 那我就說明明就是九樓之二 我說是九樓之二 然後他就說 對啊我們立案的上面明明就九樓之二 他說那可能是某些有個部分是有疏失的黃線 想說黃線要不要可不可以停 應該還是停這個黃線 是公車 看你要左轉還是要直走再左轉再找停車位都可以 他說你這樣子簽名是不是很麻煩 我說非常的麻煩 我可以蓋章就好嗎 蓋章我現在就可以給你 他說一定要簽名耶 那我說現在那怎麼辦嗎 他說那我可以接受你在台北 簽一簽從台北直接擠過來給我 那我說廢話 我只能怎樣 要不然我還能怎樣 我叫我的老闆過來簽嗎 然後他說 對啊也是啦 我知道這種就是很麻煩 你說是誰打給你 稅捐處 我以為是黃小姐 不是黃小姐 那稅捐處還講話還那麼低姿態喔 一定是他們弄錯啊 它是九樓之二啊 而且打來的時候還不是我接的 是郭富璇接的 我搞不懂你們啊 你們自己再去處理啊這樣 你要左轉喔 嗯啊 繼續找啊 那你其實可以過 他沒有左轉燈 不好意思有車 你就太差啊 你就要比他們兇啊 好差差差過去了 可以過去了 他們會讓你 他們會讓你 是不是開車就是要這樣啊 好了 呃呃 這台車 他沒有在讓我啊 他沒有讓你 那他就互撞啊 看誰來陪啊 反正我們這個舊車 舊車 他在等是不是 他在等啊 看你要不要右轉進去啊 前面跟人家不是位置 他也要右轉 他就是也在找啊 欸